哈喽大家好,我是凯奇 那么在这期视频当中呢 我将为大家带来2022年世界冠军候选人赛第一轮比赛的较量 那么在这一个视频当中呢 我们要一起分析和讲解的是 中国头号棋手丁丽人迎战俄罗斯棋手聂伯姆尼亚棋的这一盘对局 那么现在呢让我们一起来开始看一看这盘对局发生了什么 那么丁丽人的第一步走了兵道C4英国式开局 聂伯呢迎以15 那么对局当中走了兵道G3形成堡垒项 黑旗呢C6准备冲兵 让自己的这个中心形成一个非常强大的这个中心的联兵啊 那么白旗呢跳马到F3 预测到了黑旗走了C6 马跳不到C6啊 那么白旗跳马攻击到E5 那么黑旗呢冲兵E4威胁白旗的F3马 那么白旗跳马到D4 黑旗冲兵D5 白旗CD 黑旗呢后持D5 一般来说啊 普遍的开局原则呢 就是在开局的过程当中 那么尽量不要那么早的出动自己的后 但是呢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黑旗走后持D5是非常合理的 因为呢白旗的马在中心啊 在D4的位置 后D5之后呢可以先手威胁这个马 所以呢白旗呢还得再花一步时间去跑马 或者是保护这个马 那无形当中呢又这个浪费了一步开局当中的先手啊 那么对局当中 丁力人走了马到C2 黑旗马到F6 白旗马C3 黑旗后到E5啊 那么在后到E5之后呢 双方的这个局面呢 斗争的焦点就已经应该确定了啊 那么黑旗呢有一只压的非常高的中心兵 这个E4兵呢控制了D3格和F3格 这就导致了黑旗的中心和空间会比较的大啊 那么而且呢这个呃 冰呆要冰压到了E4赶走了白旗在这个王毅上的这个烟囱马啊 也是Chemini Knight啊 那么将来呢呃 黑旗呢会在王毅上发动进攻 当然了白旗也有一些好处啊 就是这个E5兵由于冲的比较高 所以白旗呢可以这个呃 对E4兵啊施加压力啊 那么将来呢可以这个 甚至啊进攻这个E4兵 然后把这个E4兵当做一个主要的进攻目标来下啊 那么对局当中呢白旗走了向道接二 出向的同时啊 对这个E4兵施加压力 那么黑旗呢跳马到A6啊 那么也是一个不走寻常路的一个出子 因为呢我们会看到这个兵在C6 马是跳不到C6去的 所以呢黑旗在这马A6将来呢 为马C5支持自己的这个E4兵做准备 对局当中短一位 黑旗呢向道E7 白旗把马跳到E3去 那么涅布姆尼亚旗在这个局面当中选择了短一位啊 短一位应该来说是一步比较平稳的走法啊 那么白黑旗呢先让自己的王啊 先E位走到安全的位置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黑旗还有另外的选择 除了短一位之外呢 呃 黑旗呢另外一种非常复杂和激烈 或者说这个玩火挑起战火的招法呢 将会是兵到H5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由于黑旗的中心比较强 王在E8暂时比较安全啊 可以呢冲起自己的H兵啊 那么将来呢走到H4去 然后在王翼上啊 给这个白旗的王制造一些威胁啊 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H5啊应该也是黑旗一个比较能够挑起战火的一个走法 但是呢聂波普尼亚旗在这个局面当中选择了相对比较平稳的短一位的走法 那么对局当中的丁丽人冲兵到A3啊 是一步好旗 A3的目的是准备冲兵B4限制住对方的A6码 将来呢把向放到B2去威胁对方的后 一旦黑旗的后在E5在中心啊 那么呃没有好的位置了 那么黑旗呢将会失去一个对这个E4兵啊 起到支持的一个重要的旗子 所以呢A3B4在向B2是一个非常好的计划 对局当中呢黑旗走了车到E8啊 那么车E8这步旗当然也是一步非常非常自然的走法啊 但是如果要是我下黑旗的话 我可能会更喜欢马到C7 因为在A3走完之后 那就是针对我们的A6码 所以呢黑旗可以考虑马C7啊 将来马D5或者是马E6 把马跳到中心和王毅啊 那么继续的向白旗的王毅施加压力啊 那么对局当中聂波走了车E8 当然也是一步非常好的招法 白旗冲兵到B4啊 那么在这儿啊 那么黑旗走出了一步这个很多观战的旗手们啊 包括职业旗手啊 都没有预料到的一步招法 那么在对局当中呢 聂波姆尼亚旗走了马到G4啊 这步招法呢应该说是一步非常这个冷门的一个招法啊 那么黑旗呢主动的跳马到G4去 放弃了对这个F 放弃了对这个E4兵的保护啊 那么这步招法应该说是一步非常非常冒险的这个走法啊 那么我个人觉得啊 这步招法有点这个挑衅的这个意味 也有点这个 这个就是 我们说bluffing啊 就是有点这个这个吓唬白旗的这样的一个招法啊 聂波在这的时候 仿佛就像是跟丁丽人说哎 人哥我气掉中心兵 你敢吃吗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马G4相对来说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丁丽人呢 思考了 一段时间啊 那么决定了不去接受这个E4兵 那么对局当中的走了向到B2啊 那么丁丽人在这的时候还是 按照自己的这个计划来走 然后 把自己的黑格向走到主线线 走到B2上来说 走到B2来 那么应该来说呢 这部招法是一部比较自然的走法啊 但是呃 在我看完这个整个的对局之后啊 再来做一些分析之后啊 那么我觉得呃 看不出啊 暂时以我的角度上来说 我还看不出究竟这个吃掉这个E4兵会有什么问题啊 那么比如说现在的话呢 白旗呢 有两种吃掉E4兵的方法 分别是马吃祭祀 相吃祭祀 然后再吃E4啊 那么就在这个局面当中吃一个兵 当然了呃 黑旗在这个局面当中也会有一些 比较呃 这个有补偿的这个走法 比如说黑旗可以马C7啊 或者是车AD8啊 啊 或者是以后向F6啊 那么弃掉中心兵之后打开了E线和D线 当然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旗是 有补偿的 但是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最主要的问题是 黑旗的补偿究竟够不够啊 那么这是一个问题啊 所以除了这个直接马G4 向G4再向E4的走法之外 那么白旗另外的走法呢 也可以考虑直接向吃E4 因为对方如果要是马E3吃我们的话 我们可以FE啊 那么无论是先走马G4 或者是在这个局面当中 直接吃向道E4的话啊 我觉得应该说 我呃 暂时呢 我还没有看到黑旗有什么特别明显的这个补偿啊 那么当然了骑手们在临场的时候啊 可能会受到各种各样因素的影响啊 或者是丁丽人发现了呃 其中一些不易察觉的一些这个黑旗的潜在的威胁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丁丽人的决定了不去接受这个兵向道B2啊 那么上了一步向正常出子啊 这步棋本身也没有问题 那么对局当中呢 黑旗走了后到H5啊 准备后H2威胁啊 那么白旗在这个局面当中 丁丽人啊 又一次啊 避免去接受了对方的义死兵啊 那么走了兵道H4啊 那么当然这步招法也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思路啊 那么也许是丁丽人不想掉入到涅波的这个布局准备当中 那么又一次啊 他没有去接受这个义死兵 那么实际上在这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马吃祭祀 向吃祭祀 然后再吃掉义死啊 那么呃 虽然看上去黑旗在这个局面当中 还是会有一些补偿的啊 比如说黑旗在这可以考虑马C7 将来马16马G5 在王毅上进行进攻啊 但是呢 呃 黑旗弃兵啊 然后获得主动权的这种下法呢 在很多开局当中都有 但是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我觉得相对来说啊 白旗由于自己的局面比较坚固啊 那么没有弱点 那么应该是能够守得住的啊 但是呢 丁丽人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那么再一次没有接受对方的这个呃 弃兵啊 那么当然了 如果你要是对丁丽人的这个呃 没有接受对方弃兵啊 有没有什么 这个想法和你的考虑啊 欢迎把你的这个想法打到我们屏幕下方的留言板上 好 那么对局当中的丁丽人 拒绝去吃掉对方的这个E4的弃兵 走了兵到H4啊 那么黑旗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向到F6啊 那么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由于向到F6了啊 那么掉住了这条斜线 E4兵呢 是不能吃的了啊 那么对局当中后到C2上后 马吃E3啊 D吃E3 那么我们会看到 虽然呢 白旗在异线上是出现了呃 中心的叠兵啊 但是呢 局面还是非常坚固的 对局当中呢 走了向到F5上向支持自己的E4兵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旗走了马A4啊 那么这部马A4啊 从策略上和战略上来说是正确的啊 那么因为在这个局面当中 我们会看到黑旗呢 由于中心比较强大 所以黑旗呢 将来肯定是要进攻白旗的王的了啊 那么将来甚至是走G5 或者是H6之后再走G5啊 打开这个王翼的线路 然后来进攻我们的王啊 那么白旗呢 当然是要在后翼上反击 所以呢 丁丽人在这个局面当中 走了马到A4 想要去跟对方去交换黑格像 然后简化一些局面 并且呢 在后翼上制造一些威胁和反击 这个思路是正确的 但是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也许更好的招法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可以考虑走B5啊 那么和马A4相比呢 同样都是在后翼上 这个制造威胁 但是呢 B5呢 可能看上去 或者说速度上更快一些啊 逼着这个黑旗表态 如果黑旗要是CB吃掉 那我们直接马吃B5啊 那么等于说后翼上又有兵的交换了 那么白旗在后翼上的这个反击会更快一些啊 那如果你要是不吃我啊 走马到C7 那么我们比如说BCBC吃完之后再走马S 这样的话 黑旗的C6兵呢 看上去会比较弱 是一个孤兵啊 那么所以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B4到B5应该看上去更合理一些啊 但是定力人呢 在对局当中啊 那么走了马到A4啊 那么思路上是一步好骑 但是呢 我们会看到这个感觉上啊 在这个后翼上有一些慢啊 那么对局当中 像吃B2 马吃B2 黑旗马C7 把自己在后翼上没有用的马 调整到王翼上去进攻啊 那么对局当中 马到C4 黑旗呢 抬车走到E6啊 那么现在呢 车E6的目的是 阻止对方马到D6啊 并且抬车之后 准备随时车AE8 加强对自己的E4兵的 这个防守和支持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黑旗的E4兵是一个关键 黑旗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 守住E4 然后就可以在王翼上发动进攻了啊 所以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 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棋盘右侧 有一个呃 有一个这个电脑分析的这个 我们叫做Evaluation Bar啊 就是一个柱状的柱状体啊 那么我们会看到 电脑在这个局面当中 还是认为白旗呢 会稍好那么一点点啊 但是从实战的角度上来说呢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旗实际上已经并不是特别好下了啊 因为白旗在后翼上的反击的机会并不明显 而黑旗在这个局面当中 相对来说计划简单 守住E4 然后在这个王翼上 以后冲兵纪武开线啊 那么将来在这个局面当中 白旗的王翼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对局当中车F第一 那么黑旗呢 马到第五 因为车F第一准备马到第六了 所以呢 马第五封住 白旗呢 抬车走了车到第四啊 那么这部招法呢 是进攻这个E4兵的这样的一部招法啊 那么抬车进攻E4兵啊 但是呢 感觉上还是有一些慢啊 那么涅波姆尼亚齐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一步H6啊 为下一步冲兵纪武做准备啊 那么H6在这的时候做一步准备 当然也是一步好奇了啊 那么这个雪鱼啊 那么在这个时候电脑引擎认为呢 直接冲兵纪武啊 也是可以说 对黑旗来说 这个进攻是更加有利的啊 那么直接通过兵的交换 然后来打开H线 比如说啊 在这个局面当中 你要是HG 然后我们后吃G5 然后准备后H5再回来 下一步车到H6 沿着H线进攻 非常的厉害啊 那现在呢 你也不敢去吃掉E4 因为如果你要是向E4的话 车E4车E4 黑旗简单的后G6 就把你整个都给吊死了啊 你这个 这个车在这的话就动不了了 那如果你要是走F3的话 G3兵还要被吃掉 直接后G3 王如果走到F1 向H3就杀王了 那如果你要是走马到第二回去的话 那么不要忘记 对方也可以来一个回马 E4车呢 是非常尴尬的 动不了了啊 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 E4兵是不敢乱吃的 所以呢 黑旗可以考虑直接冲兵G5啊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当中 白旗可能会比更加危险 对局当中走了一步H6啊 那么丁丽人呢 走了一步后到第二 那么看上去在这的时候啊 白旗好像就已经 没有什么失去了这个下棋的这个反击的方向了啊 也许在这比较好的招法是车A第一啊 那么如果要是黑旗走G5的话 白旗呢 我觉得唯一的防守 唯一的反击机会啊 就是在这个局面当中做局面性的气半子了 车吃第五 那么在CD车吃第五之后啊 那么白旗呢 气半子打开中心啊 那么可以起到一些反击的一些机会啊 那么在对局当中的H6走完之后 丁丽人走了后到第二啊 那么黑旗在这个局面当中走了车A一巴 我们会看到啊 聂波在这盘旗当中下的还是 这个有了机会之后 还是下的这个比较稳健的啊 那么他觉得A8车现在没有用啊 G5随时可以走 所以呢 先把自己的车走过来 加强对自己E4兵的保护啊 超保护E4兵 那么现在白旗在这个局面当中 就可以说比较困难了 如果你要是车第五气半子 那么在CD后吃第五的话啊 跟刚才可不一样 你的E2兵还会被吃掉 那么在后E2之后 白旗在这没有很好的有效的反 这个反击的手段 因为如果你要是吃F5 C4还在对方嘴里 那其他的招法也没有用 如果你要是向F1退 退向这个 打我们的后的话啊 那么最简单的走法 我们可以后到C2 你虽然可以吃F5 但是车F6之后 F2兵还是要被消灭啊 那么就非常的难下了啊 所以呢 在这个局面当中啊 后第二走完之后 黑旗呢 车AE8继续加强局面 白旗在这已经非常难下了 那么对局当中的丁丽人 走了王到H2 台王的目的是准备车H1 那么如果对方在这走G5的话啊 那么丁丽人的想法 也许就是车到H1 如果你GH 他可能王到G1啊 这样回去啊 但是在H3走完之后啊 依然黑旗的这个王毅的进攻 非常的厉害啊 那么我们继续来看 实战对局当中的这个走法啊 那么在后到D2 车AE8 王H2之后 聂波姆尼亚奇走了一步向导G4啊 他没有着急走G5 而是先去进攻对方的E2兵 那么对局当中马到A5啊 那么丁丽人在这儿意识到 E2兵不太好防守了 因为如果你要是车到E1去防守E2啊 那么在这儿对方就可以再走G5了 因为你的车呢又要防守E2 如果再走到H1的话 就浪费了一步时间了 那么对局当中呢 走了马到A5啊 这个马呢 想要去做最后的挣扎 想要去防 威胁对方的这个后翼的兵啊 但是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 这个B7兵已经无伤大雅了 因为黑棋的所有棋子都在王毅上集结了啊 那么正好随时准备冲冰G5 吹响这个进攻的号角啊 那么这个B7兵啊 即使是白棋马B7吃掉 也并没有 也并不能够这个 给黑棋带来太大的这个威胁 那么对局当中呢 车到F6 先抓了一下兵 王到G1 回去防守 那很无奈的招法 对局当中 冲冰G5啊 那我们会看到 涅波姆尼亚齐所有的子力都到位置了 所以呢 都已经进入到进攻位置了 所以G5这部棋呢 也是水到渠成 马吃B7啊 那么对局当中 GH4 那我们会看到啊 在这个局面当中 虽然白棋没有少兵 吃掉了B7 但是这一匹孤马 在B7这个后翼上 完全没有任何的作用 反而是离自己的王太远了啊 那么不能够起到防守自己王的作用了 那么对局当中 GH 马C5 赶紧让自己的马啊 这个回家啊 想要去起到一些防守的作用 那么黑棋 H3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 可以说H3走完之后 白棋啊 已经是大局 以去了啊 那么大势以去了 对局当中呢 走了是车到E4 我们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走法啊 比如说你要是这个向到H1啊 退向到这儿啊 那么呃 估计恐怕你很快就输了 因为H2将军 那你只能王F1 那么对局当中有很多种迎起的方法 我觉得最有最有意思的是这个 向H3将军 王E1之后 然后我们可以走向到G2 我觉得这个招法是迎起来 最好玩的一种下法啊 向吃G2的话 你要不吃我 我下不向H1 你吃我的话 我变后变车啊 都要将死你了啊 所以呢 这个H冰啊 非常的厉害 那H3走完之后 如果你要是向吃E4的话 还是冲冰到H2 王到H1躲一步啊 那么对方车F2进去 那么白棋的王呢 也会是凶多吉少的啊 那么所以对局当中呢 走了车吃E4 那么丁丽人呢 呃 想要去制造一些反击 但是黑棋啊 HG 吃掉这个白格像 然后呢 准备在白格上杀王 车一巴王G7 黑棋的王呢 非常安全 对局当中 F4腾出一个窗户 后将军 王F2 后吃A1啊 那么现在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黑棋不但不少子 反而还多了一个子啊 对局当中 王到G2 黑棋呢 向到H3将军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丁丽人呢 见大势已去 就认输了啊 因为如果你不吃这个像 王到H2 后到F1 下步后继二杀王 如果你要是吃这只像的话啊 那黑棋在这呢 也有这个非常好的 这个杀王的机会 后将军 王G4 那么再走H5 王只能走到G5 然后下步后H3 后继四 绝杀五解了啊 那么在这个局面当中呢 这个丁丽人呢 在向到H3之后啊 就投资认输了啊 那么这是呃 今年的这个世界冠军赛 候选人赛的第一轮棋啊 我们会看到丁丽人呢 在这盘对局的这个发挥啊 完全是没有达到平时的一个水准啊 也许是因为他刚刚到达这个赛地 西班牙 马德里 没多久 时差还没有倒过来啊 那么这个呃 呃第一轮的发挥呢呃 非常的不理想 但是呢 这个世界冠军候选人赛呢 是八个顶尖棋手 14轮棋的一个马拉松式的一个较量啊 虽然第一盘输掉了 但是呢 后面还有13盘对局 我们拭目以待 看看丁丽人呢 什么时候可以 可以 可不可以及时的调整状态啊 那么呃 当然了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这一今年的这个2022年的世界冠军候选人赛的八强赛的这个八名参赛的棋手啊 那么挪威棋手世界冠军卡尔森啊 在这个呃 赛前的就做了一个预测 他认为啊 他把这个八个棋手分成三个不同的层组啊 他认为最有希望晋级的就是丁丽人和卡鲁阿娜啊 那么呃 次一级的呢 就比如说是这个呃 费鲁甲聂波姆尼亚齐啊 那么他认为呢 费鲁甲和聂波姆尼亚齐是呃 聂波姆尼亚齐缺少一些稳定性 费鲁甲呢 他认为经验火候还没到啊 所以也是相对比较有机会啊 但是第三层级的话啊 他认为拉波特可能如果发挥的很好的话啊 然后运气很好的话可能会这个呃 很有机会 然后他认为呃 剩下的几名棋手啊 机会并不是特别大啊 那么你觉得谁有可能晋级啊 在八个人当中获得冠军成功的在二零零二三年挑战世界冠军卡尔森呢 你可以这个把你最喜欢的棋手啊 打到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聊天板上啊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那么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